幫他走回正路,為甚麼呢?某位中就去那間中心看過 是因為要重建,那間中心已經結束了 不過那些社工還繼續幫那些青少年,不想他們學壞 跟一個男生談過,他說那些社工還要幫他解決問題 大家一齊來看下這個想改好的男生 這班年輕人準備出海,去菲律賓參加18日海上外展訓練 這早上雖然偏陰,但是那班年輕人仍然很興奮 這個19歲的男生亦都不例外,他的花名叫做紅豬 紅豬也是得小學程度,曾經跟過黑社會大佬斗打架 他試過當街偷東西,入青年中心搗亂 後來青年中心的社工鼓勵他脫離黑社會 不過中日無所事事的紅豬還是很不定性 那些社工就鼓勵他參加外展訓練 對於其他人來說,參加外展訓練可能很平常 但是對於紅豬和關心他的社工就意義更大 因為這樣可能幫到紅豬建立自信 學會在跌跌的時候自己起身 這位王Sir以前做過葵聰青年中心的主任 紅豬曾經是中心的會員 廣sir希望紅豬能夠透過參加外展訓練 學到自己成長 我想小紅豬跟一般的小孩子有點不同 他的行為和他自己這個人 在性格上都有些少的,可以這樣講 學家不是那麼好的 我覺得這次外展訓練其實是給到一個機會去轉變 而這位穿藍色運動外套的蘇sir 也都曾經在葵聰青年中心做了兩年社工 雖然他現在去了第二間中心做事 但是他一路看著紅豬成長 今次紅豬參加訓練 也是由他推薦的 累了一幫紅豬見面體拍去菲律賓 蘇sir帶他來過這裏跑步 蘇sir說,紅豬喜歡刺激 外展訓練課程適合他口味 而最重要是希望給紅豬一個機會去體驗生活 我以往是參加過幾次的外展訓練 我發覺在裏面有很多活動 都是能夠幫到自己去了解自己多些 譬如說了解自己的強處 可以令自己更加有自信 可以改善自己跟其他人的溝通 其實最主要都是先前所講的 就是一個生活的體驗 他可以比較別人的生活是怎樣 自己到頭來去考慮 會不會有另一條路讓自己走呢 兩位sir可以說是一片苦心 不過紅豬在這隻船就快開的時候 竟然考慮退出 還數了很多理由出來 打掉嘴啊 即是不守個暗行溝通 還有自己英文的方面是不太好 緊張就是這樣 不過當我們問紅豬 他打算怎樣在荒島過夜的時候 他就講了一個意想不到的答案 這個問題是我回來再告訴你 即是你都會回來啦 即是你都會退出啦 即是我都會退出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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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開了 參加訓練的同學,做完開船的工作之後,很開心地一起拍照 而紅豬亦好像忘記了開船之前,自己每樣東西都擔心 不過,紅豬仍然覺得,這次旅程最大的貪難,就是要獨立生活 很多東西都是可以說老人能幫到我,要靠自己 那我認為應該會有個貪難,覺得自己有沒有辦法去克服到18天 靠自己這種心態,盡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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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有心去試這個樣子 紅豬決心,與過去的生活講再見,不想回去半年前住過的葵聰磚 不過在我們再三懇求之下 他終於肯在參加外展訓練之前 帶我們去看他住了差不多二十年的舊居 由於葵聰村要逐步重建 其中十座樓的居民半年前要搬走